兒童發展心理學家Piaji認為 玩是給小朋友認識世界的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們高低根幼稚園主張 給小朋友有足夠的自由空間 可以在學習與玩樂之間 來學習英文 我帶了一番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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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外籍老師帶領小朋友 以英文朗讀故事書 Macy Goes Us Camping 今次故事的主角 Macy就和一班朋友去露營 在朗讀故事的途中 教授Amy就和小朋友逐一介紹去露營 平時需要戴鼻的工具 從中學習一些新的詞彙 之後還叫小朋友 在房裡找回這些工具 來加深印象 為了讓小朋友能夠玩住學 我們特意把校園佈置成露營區 Teacher Amy 和小朋友一起坐巴士 去到營區 小朋友分成兩組 一組就和Teacher Dave 打開帳幕 鋪地址 佈置營地 I can help you 另一組就和Teacher Amy 起營火 透過私生間的溝通和協助 讓小朋友可以用英文表達自己的需要 從而增強他們 會話的能力和自信心 成功搭建帳幕之後 Teacher Dave 就考考小朋友 在營地裡究竟有什麼守則應該要遵守呢 例如可不可以穿鞋入去帳幕 不可以在帳幕裡飲食 小朋友不但將平日所學到的生字 應用在生活 更透過實際的情景去書寫文字 第二語言的學習 一定要由小朋友的生活點滴出發 去露營當然不少野餐和宵夜吃 小朋友在他們的背囊裡拿出餐客 和其他人分享他們所帶來的食物 之後還和Teacher Amy 一起燒烤 互相介紹自己最喜歡的食物 為了培養小朋友的創作力 老師就邀請他們在草地上收集樹葉、樹枝和花瓣來進行創作 設計出一個屬於自己的Smiley Face 之後Teacher Dave 還帶著吉他和小朋友一起唱英文歌 浸沉式教學可以令小朋友完全投入情緣之中 加深小朋友的學習經歷 令他們更主動開口講英文 所以我們就將音樂室打造成一個聲空的體驗空間 Teacher Bell 就和一班小朋友圍著營火再歌再舞 之後他們還躺在聲空夜景下 互相分享自己最難忘的露營經歷 語言能夠吸引我們的大腦充電 激發我們的思考 很多研究都表明在兒童早期階段學習兩種語言 能夠提升多方面的認知能力 令大腦的切換任務更靈活 在環境中更容易專注 以及提升記憶力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透過沉浸式的教學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運用語文 提升小朋友英語學習興趣 讓小朋友在熟悉的英語環境下 用英語作為日常生活用語之一 建立國際視野 透過六大學習範疇 配合下本的課程 結合國際文化 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觀 成就孩子的未來